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众议院要求评估港经贸办特权 港官员批损人不利己 南华早报记者传备消失评 遍地机密 跑新闻高危 地球 香港公开赛周日煞科 地球王国埃及双线争冠 中国北向资金一周近流入 外资线回归迹象 网球 日本四日市占四强 黄泽零零比二负三号种子 世界排名料仍上升 请大家收看 南华早报记者传备消失评 遍地机密 跑新闻高危 网路媒体 香港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利 在北京采访后失联 引发了广泛关注 陈敏利是少数专则报道 中国军事和外交新闻的香港记者之一 目前 她的情况尚不明确 家属声称她在北京办私事 但外界担心她可能正遭到当局调查 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国家安全范畴 记者在当地进行独立采访 面临极高风险 据报道 陈敏利最后一次与人联络 是在11月1日 此后再无音讯 南华早报表示 陈敏利正在休假 但外界担心她可能遭到当局调查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表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陈敏利被当局羁押 但并不表示外界可以掉以轻心 近年来 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大 导致记者跑新闻的风险与日剧增 香港时听人承祥表示 近年来 中国不断扩大国家安全范畴 任何领域都可能触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 她指出 在中国跑新闻是高危险的工作 进入中国大陆采访也是高危险的 她回忆自己被指控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 并被判监五年的经历 称记者一旦在中国大陆出事 未必能获得类似的支援 目前 国际媒体组织正在声援陈敏利 希望事件能够获得妥善解决 保护她的安全 地球 香港公开赛周日煞科 地球亡国埃及双线争冠 新岛日报 上周六 香港举行了2023 TTIMilwaukee香港必球公开赛的男女组准决赛 这是多年来 该赛是首次在户外举行 吸引了大量球迷入场观看 也有市民在场外观看电视直播 女单比赛中 世界排名第一的埃及选手舒亚宾妮 在面对美国选手苏曼达时表现平平 最终以0比3的比分落败 然而 埃及选手夏玛尼在另一场比赛中 以3比0的比分击败比利时选手基利斯 成功晋级决赛 男子组比赛中 埃及选手费华裕以3比0的比分 击败同胞化亚素 晋级决赛 另一场男子组比赛中 纽西兰选手保高尔以3比1的比分 击败英格兰选手苏巴志 也晋级决赛 周日将继续在西九系区中心玻璃厂上演决赛 中国北向资金一周近流入 外资线回归迹象 联合早报 总结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北向资金在过去一周 净买入16.08亿元人民币 创下16周来的新高 主要流入行业为半导体 医疗企业 生物制品 化学制药和乘用车 外出行业为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 白酒和家电等 此前 北向资金连续数月呈现大幅净卖出 分析认为 北向资金流出收窄 可能意味着资产价格已处于底部 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开始发挥作用 网球 日本四日市战四强 黄泽林林比二负三号种子 世界排名料仍上升 新岛日报 总结 香港网球选手黄泽林在ATP挑战赛 日本四日市战的四强战中 以0比2的比分不敌美国选手默亚 未能进入个人生涯的第三次决赛 黄泽林在比赛中发球表现不佳 全场只得到了0个ACE 而他的对手默亚的第一发球得分率高达88% 尽管在过去的两战比赛中取得了亚军 但黄泽林的世界排名仍然会有所上升 黄泽林将返回香港参加潜水湾俱乐部网球赛 并将参加12月底至2024年初在香港举行的中营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 希望他在主场能够取得好成绩 新闻女王39岁高君贤登热搜成国民女婿 入行18年龄走样回流演技在升华 星岛日报 最近TVB台庆剧《新闻女王》中的角色张佳妍男朋友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 扮演这个角色的高君贤因为他对女友的包容和支持 而被称为国民女婿 他在剧中对女友的任何决定和缺点都百分百包容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温柔和稳定的性格引起了众多女网民的共鸣和喜爱 很多女网民表示 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像邵俊乐这样的男人 对于这些反应 高君贤表示感谢大家的支持 并笑称他是张佳妍男朋友 高君贤曾经在TVB工作多年 但事业发展平平 直到2014年约满后 他离开TVB北上发展 并在内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020年 他决定回港签约邵氏 参演了《白色强人2》和《义武清城》等剧集 得到了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观众们赞扬他的演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他的外貌也更加成熟稳重 高君贤的暖男形象 在剧中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他对女友的包容和支持 让很多女网民流口水 网民们纷纷表示 需要能找到自己的邵俊乐 并表达了对他的喜爱和羡慕之情 高君贤对此表示感谢 并表示努力是不会错的 他笑称自己是张家妍男朋友 展现了他幽默和亲和力的一面 总的来说 高君贤在《新闻女王》中饰演的邵俊乐角色 因为其包容和支持的形象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温柔和稳定的性格让很多女网民心动 并希望能找到自己的邵俊乐 高君贤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赞赏 他的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 相信他未来的表现会更加出色 港民政与青年事务局长 投票率非对新选制评分 联合早报 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于本月10日举行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表示 投票率并非对新选制的评分 政府并没有为选举设立一个数字目标 他强调 政府的工作目标是让市民明白选票的重要性 以及选出来的区议员对社区的重要性 投票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天气等 不应单纯以一个数字来评价 外媒娟相信 经过局方的宣传 市民会更加明白重塑区议会对社区的重要性 南华早报记者传被消失评论 中国遍地机密 跑新闻高威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丽 在采访北京香山论坛后 失联已超过48小时 家属声称她在北京办私事 但外界担心她正遭到当局调查 陈敏丽是少数专则报道 中国军事和外交新闻的记者之一 她在南华早报工作18年 曾多次发表与中国军事发展有关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表示 陈敏丽失联令人惊讶 因为她是一位专业的记者 但在中国采访新闻始终存在危险性 陈敏丽失联的消息 由日本共同社首先披露 她是在10月底到北京采访 香山论坛后失联 南华早报表示 陈敏丽正在休假 家人表示她身在北京 目前安全 但要求尊重其隐私 然而 外界担心她正遭到当局调查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生表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陈敏丽已被当局羁押 但并不表示外界可以掉以轻心 近年来 中国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范畴 记者在中国采访新闻的风险与日俱增 时评人承祥表示 近年来 中国大陆处处都是红线 任何领域都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 她指出 中国大陆遍地都是机密 而且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覆盖到全社会 全方位 导致跑中国大陆新闻变得高危险 承祥回忆了自己被指控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后 香港政府积极调停和保护的情况 但如今的香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香港 她表示 陈敏丽事件除了需要国际媒体组织的声援和曝光 才能对她起到保护作用 70岁张爱佳荣生奶奶 简简王令晨迎娶内地超模狂举嘴 大赞新报乖巧孝顺 新岛日报 中国内地超模尤天逸和香港富商王敬雄的儿子王令晨 奥斯卡今天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礼在尖沙嘴的一家酒店举行 共有50席 新娘尤天逸身着白色蕾丝礼服 新郎王令晨则穿着深紫色的西装 张爱佳身为新郎的母亲也出席了婚礼 她表示对新儿媳游天逸非常满意 张爱佳一直以来都低调处理家庭事务 她的儿子王令晨小时候曾被绑架过 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但是张爱佳表示 在儿子获救后 她决定停工专心照顾儿子 王令晨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这对新人在婚礼上甜蜜接吻 展示了他们的幸福 棍网球 国际超级六人赛 12月底激战香港仔 党队近年进步神速 新岛日报 中国香港棍网球总会 宣布举办国际超级棍网球六人赛 香港站庆祝其成立30周年 这是一项重要的赛事 因为棍网球六人赛 刚刚被选为 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比赛项目 这次赛事将于12月29日至31日 在香港举行 参赛队伍包括中国、英国、德国和捷克等国家的顶级队伍 以及香港队 比赛门票从即日起开始销售 票价为港币美元1150 并提供优惠价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全日制学生和社会保障人助受益人 中国香港棍网球总会主席方刚表示 这次赛事对于推动香港的棍网球运动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 该会还宣布明年将举办两个大赛 分别是香港棍网球公开赛十人赛和2024世界棍网球女子U20锦标赛 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注册至过渡期12.31结束 海关提醒商户尽快申请 新岛日报 今年4月1日起 香港引入了新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注册制度 以符合国际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标准 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该制度共分为A类和B类两类注册 交易商需要根据交易金额进行相应的注册 现在距离过渡期结束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海关呼吁交易商尽快进行注册申请 交易商可以选择邮寄或者亲自递交申请 也可以通过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注册系统的网页进行在线申请 如果对注册有疑问 可以使用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IPASS网上工具进行解答 目前已有超过5000份注册申请 港一位局长 香港即将迎来上呼吸道感染高峰期 联合早报 香港的流感和其他上呼吸道感染病例 预计会在冬季迎来高峰期 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称 中国大陆的呼吸道疾病已进入高发期 而香港与大陆的交流增加 可能导致香港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 然而 香港医务卫生局长表示 每年冬季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都会上升 不仅仅是中国大陆 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 他呼吁市民注意个人卫生 尽早接种疫苗 此外 港大医学院的临床副教授表示 近期中国大陆的上呼吸道感染情况 急剧恶化 并且由于香港与大陆来往频繁 这些疾病正在影响香港 香港的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的病房 已经非常拥挤 肺炎支援体等病例也在急剧增加 港选管会主席调配于3万人参与区议会选举工作 联合早报 根据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的说法 香港将调动超过3万人参与本次区议会选举工作 这是一次庞大的选举工程 选管会将确保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原则下进行 党府全体总动员为选举进行广泛宣传 希望市民能够支持并参与选举 提升地区治理效能 新一届区议会将专注处理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地区事务 成为市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陆启康呼吁选民在投票当日尽量抽时间投票 为社区注入正能量 共同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出一份力量 陈曼琪狠批美国图谋关闭香港经贸办 以港恶华必自招苦果 新岛日报 陈曼琪认为 美国关闭香港经贸办的举动 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然而 中国的发展势头强劲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具有独特的优势 因此 美国的打算不会成功 最终只会伤害自己 中国一定会捍卫自身利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顺利实施 美众议院要求评估港经贸办特权 港官员批损人不利己 联合早报 美国众议院通过新法案 要求评估并取消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后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秋英化批评此举损人不利己 并呼吁美国政府做出明智决定 避免损害两地经贸关系 他指出香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十年内超过2800亿美元 目前在香港投资的美国企业也多达1200家 秋英化表示 如果两地政府失去官方对口 将影响美国在香港的贸易 他呼吁美国政府做出明智决定 以免影响双方商贸关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